在中大型豪华MPV市场一直都是日系品牌独领风骚 比如说像LM和Alpha一直都是人尽皆知的加价狂魔 你不加个五六十万排队都不知道要排到什么时候去了 但是现在自主品牌呢也有自己的产品了 比如说我今天试驾的这个上汽大通G90 你甚至用那些车加价的钱啊 就可以买两辆这个车了 这款车是我职业生涯以来试驾过的体型最大的车 车长呢超过5.2米车宽接近2米 车高呢是有1米845 所以说呢它是比赛纳加价Alpha都要更大的 高度呢是略低于Alpha一点的 这么大的车第一反应就是停车难 那么我查了一下国内标准的停车位呢 宽度是2.6米到3米 长度是5.3米高度2.4米 如果按照这个标准来看 把这辆车停进一个标准停车位 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但是根据我在上海市区的生活经验告诉我 大多数的车位都是不太标准的 所以说日常开这个车再窄路 还有一些停车位停车的话 还是比较惊心动魄的 但是呢我没有发现在香港澳门 这些拥挤又狭窄的地方啊 像Alpha 威Alpha这样的MPV 能见度又是非常高的 我就在想这是为什么呢呢 可能有钱人第一就是 开车水平比较高 第二就是他们都配有司机吧 那么G90除了最低配以外 其他的配置呢 都是配备了双边的侧滑门 最低配是只有右侧才有 因为如果是家庭用车 日常可能确实是大部分时候 只用右边来上下车的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配置也还合理 进入车内你就会发现 这是一款设计的非常像电车的燃油车 那这样的设计 当然也是会带来一些问题的 那我们先说优点吧 首先就是很有科技感 附加的屏幕啊 可以在上面操作 听音乐 看视频 最右边的小屏呢 它还是会有一个 小跟班的那个卡通形象 那据说它也会是 像养一个电子宠物一样 会慢慢长大的 大家可以先看一下 这个内饰的空镜 在周控台这里 仅有六个触摸按键 然后中央扶手这里 是没有按键的 那么请问 它的启动键在哪里呢 答案就是上车 深踩刹车 就启动了 下车的时候 按屏幕上的这个 stop engine 就是熄火 另外呢 双跳灯的按键 在上方 调节音量呢 要么在方向盘上面控制 要么通过语音控制 灯光的使用情况 也是在最左边的触摸按键 那么一款传统燃油车 采用这样的极简的设计 大家觉得可以接受吗 那一款MPV够不够豪华 第二排 当然就是重头戏了 首先我们就会发现 这个航空座椅的造型 这个头战的造型 就非常像是从ALM那边流行过来 第二点呢 就是在它的固定扶手上面 有一个小小的触屏 然后这块小屏上的功能还挺多的 比如说像空调啊 还有控制车辆的车窗天窗的开关 氛围灯 还有关于座椅各种舒适性的调节 还有加热通风按摩 这些功能都是一应俱全的 而且呢因为这个车它的空间够大 所以它的第二排腿托是完全可以伸到平 然后椅背也可以靠到非常后面 整个把第二排的座椅当做一个小躺椅来睡觉 都是没有问题的 总之第二排乘客的待遇真的是非常高 除了有两块屏幕可以用之外呢 还有小桌板 独立的杯架 以及盛风 也还有物理按键可以控制一些功能 第二排呢有一个220V的接口 直接可以用一些小家电了 另外这款车后面四个座椅 都是标配ISOFIX的 四个座椅上面都可以装儿童安全座椅哦 好了这里就是第三排座椅的空间 以我这种比较矮的1米6的身高的话 是完全不憋屈的 我觉得坐得挺舒服的 当然如果你想元起葱那么高的话 那肯定就不够用了 那么它第三排也是有划毁的 现在把推到最前面呢 后备箱容积是可以达到1010cm的 那除了它的椅子不能完全翻到地板下面之外 几乎也找不到什么缺点 因为它的尺寸够大嘛 所以说它两边也没有受到人拱内倾的影响 好今天上午呢我就试驾了 职业生涯以来开过的体型最大的一款车 那目前来说感觉良好没有出什么事情 它是全系都是2.0T温轮增加发动机匹配48V混动的 所以说它的动力参数呢会比那些日系混动会更强一点 另外这款车呢它在悬架方面呢是配备了前迈迅和后连杆的悬架 不过我今天整个开下来就还是比较小心的去驾驶它 就不会去做一些紧急变现或者是高速过弯这些激烈操作的 它匹配呢是一个八档的爱信变速箱 可能是由于它的车重有一点重的关系 加速之后把油门稍微丢掉一点 它的车速就会很快下来 你要完成一些超车动作啊什么之类的 就是要一直比较狠的去深踩油门来实现那些超车动作 不过我觉得对于大部分驾驶这款车的人来说 他们一定都不想探索这款车的极限是吧 27万左右不到30万买这样一辆车开出去 就是从气场上来讲 你就击败了马路上99%的车